918强震至今 虽然台水全力抢通供水 不过玉璃镇河东地区 还是有部分区域没有水可以用 光龙海洋深沉水 特别捐赠了120箱的水 来支援应急 部落族人感谢万分 部落族人与社区居民 扛着一箱又一箱的水 开心感谢并表示 终于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了 还是没有水几天了 几天了 从地震的时候到现在 那平常喝水用水 洗澡煮饭那些怎么办 到水锅那边洗澡 煮饭呢 煮饭哦 918强震证断地底下的自来水管线 让玉璃镇河东地区社区 聚落无水可用至今 虽然台水全力抢修供水 但到现在还有包括 松浦满自然部落等地区 仍尚未恢复 我们现在这边还是缺水 还是没有水进来 那个我们早上有去看那个 他说还是找不到 反正就是看今天啊 他说看今天能不能 如果不行 又要拖到每天 远在北华联的光荣 海洋深沉水 特别捐助总共 300大箱的矿泉水来震灾 雪中送炭 及时雨 社区聚落民众万分感激 那个光荣海洋生技 公司捐赠的 他一听到我们那个说 玉璃地区缺水嘛 他就问我 我就我也跟他讲缺水 然后就是问我要多少箱 我不好意思 我本来想要讲20箱 就他送我500 有的已经送出去 那有的还在这里 我看12乘560箱 100那样60箱 对真的要谢谢光荣生技公司 松浦以及春日堪称是 玉璃河东地区地震中灾区 尤其地下震来水管线破损严重 目前台水调派专业的巡查检测人员 与时间赛跑 寻找断管漏水之处一例抢修 面对花莲等各界 捐赠矿泉水物资 一解灾区民生用水之渴 乡亲民众被赶窩心 记者是玉蓝玉璃镇采访报道 的对你还预复 Luci'm non 中文字幕——YK